發生在這個月的19號下午 於石門區老梅西的出海口 今年夏天第一起的溺水意外事件 造成石門國中一名國中生昏迷送醫 到現在還是昏迷指數只有3 讓家屬相當難過 而為了要防止這樣子的溺水意外再度發生 今天石門區長會同消防隊 於北關處到了事發地點來進行會刊 要了解這裡的水域危險性 當初發生的狀況的情形 還有它的危險性 那我們工作所的部門是鼓勵 我們北海岸的民眾要來汐水的話 就到白沙灣去 因為白沙灣平常的時候就有8個救生員 假日有18個救生員在那邊 能夠提供大家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安全的救生保障 那才不會發生同樣的悲劇 是 那因為這邊出海口的地方 大量的河水 那要流出海之前遇到的這個天然的一個岩塵 造成這地方的一個漩渦及一個急流 那將這個沙岸的地形挖上一個約5公尺的一個深的一個潭 石門消防分隊表示當初在現場就這三名國中生時 發現眼前這個溪流轉彎處水流流速相當快 將左岸水底下方挖出了一個深洞 而根據消防隊的估計深度至少有4到5公尺 一般人不知道以為地形像旁邊的沙灘 漾淺很容易就發生意外 因此北關處也表示將會在周圍設立警示牌 那這個 目前這個地方 我們會依照消防局跟公所的部分回去評估 就現有還有應該增加的部分 我們會來盡快來處理 來做救生裝 救生圈 還有一些增加一些一些警告遊客的標示 就提前禁止 就是勸阻遊客在這邊做吸水危險的動作 這樣子 北關處表示 未來將會在河道的兩岸入口 設置禁止吸水的警告標誌 同時也會增設救生設備 此外 區公所也呼籲 民眾最好是到鄰近的白沙灣 或者是設有救生人員的安全水域來吸水 以避免意外的發生 記者是段譯 師們採訪報導